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另外一种形成类型的题目 来看一下这条题,一二年一道复材题 说,甲乙二人分别从AB两地同时出发,相向而行 在CD这个地方相遇以后,甲继续往B地走 乙则休息十四分钟以后再继续往AD走 好了,我们读到这里呢,就该听了OK 要画图了,好吧,题目太长了,不能读完 否则你又忘了前面说了啥了,是吗 好,我们来画一下,从AB两地出发 好,甲呢分别从,表示一个从A,一个从B 出发以后就会相遇,对吗 在C这个地方相遇,C的地方呢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相遇,好吧 好,在这个地方相遇了,张张张张张 一个用实线,一个用虚线 相遇完以后呢,甲呢接着往前走 而乙呢,休息了十四分钟 再继续往前走 说甲以各自到达B地和AD以后,立即折返 又在CD相遇 好了,这个甲呢是不是走到头 它没停吧,掉头,是不是 掉头,又回到这个地方 是吧,而这个乙呢,它是先休息了十四分钟 再接着往前走 走走走走,走了A掉头 在这个地方相遇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好,那现在呢,它说甲的速度呢是六十 乙呢是八十 在这里呢,求的是AB两地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首先不要想去怎么求 我们知道速度的比,就应该优先想到什么来着 从什么来着,告诉老师 对了,知道速度的比,就应该知道路程的比 就是在相同时间内,它的路程的比是几比几,对不对 那速度比是几比几呢 我们发现应该是六十比八十 应该等于三比四 三比四 那我们就知道,第一次他们相遇的时候是大家都正常的呀 那么他们走的长度应该是三分和四分,对吗 那我就假设这是三分 这就应该是四分 那全长是不是就七分 一个奇奇怪重要的信息呢,又出现了 一会儿我们的目的是把一分是多少求出来乘以七 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为他问的是全长,对吗 好,那我怎么知道一分是多少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相遇完后,假呢,就再往前走 假呢,再走四分就到头了吧 但是还得再往回走四分,是不是 那同学们发现,假呢,是一直没有停的 一直没有停,他走了几分呢 假呢,一直走了几分 一直走了 三加四加四等于谁 等于十一分 假走了十一分 那乙呢,他是平的,对不对 但他走了几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乙呢,原来是不是走了四分的 四加三加三,对不对 四加三加三,是不是等于十分 同学们想 他们的数目比,假跟乙的比是三比四的呀 是不是,三比四的呀 那按理说,如果大家都不停的话 应该是乙走的多 但实际上呢,假是走的比较多 是吧,假走的比较多 那么乙正长应该走多少呢 因为他不停的十四分钟应该走多少呢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 他应该是,比如假跟乙是不是 十一比三X 假设,这个假呢,本来就十一分,对不对 十一分,乙呢,我假设他不停的话 他应该走X 那么等于谁呢 等于速度的比,是不是三比四 是吧,大多不停的情况下 应该是三比四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X等于C 他等他四十四 是不是四十四除以三 是不是走了这么多分 而实际上移走了几分呢 同学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写了 实际上移走了几分 对了,移走了十分 那他少了多少呢 是不是少了三十四分 三十分之四十四 减十等于三十三分之几 这十四对不对 是不是少了这么多分 是意思吧 乙呢,比原计划要少这么多分 他为什么少呢 因为他少走了十四分钟 因此我们知道 这么多分其实就是乙走了几分钟呢 十四分钟了 那乙呢,十四分钟 一分钟是不是走八十 那下呢,是不是可以这样列等 那么一分是不是就算出来了呢 对吗 两边同时除以十四,对不对 是吧,除以十四 OK 那我们就发现 一分应该等多少 应该等二百四十米 去例子 来,我们算一下 是不是十四乘以八十 再乘以十四分之三 是这样了吧 他跟他约去三八 二十四,是不是二百四十米 这是一分 那全长AD是几分呢 刚才我们说是几分 七分 是吧 四加三,七 七乘以二百四十 等于多少 一,六,八,零,零 这就是答案 教题同学们听明白了吗 那难度教题呢 算稍微大的那一点点的 一道题 在考试里面算中等难度的题目 那像这种题目 我们的总结 其实跟我们前面总结 其实应该差不多的 首先画图 其次呢 就到速度比 标出分数 再次 根据他们的路程比 等于速度比 就应该求出 这个以实际上 他走的是十 按理说 是应该走三十四十四的 一减 像他这么多份 是因为他歇了十四分钟 他一分钟走八十的 他是不是十四分钟走这么多 因此一分算出来 那教题七分是不是OK了呢 是吧 好 教题 同学们听明白了吗 好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另外一种类型的题目 好吧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能快速的把它拿下 好 我们看下一道题 说 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椅地 如果车速提高百分之二十 那么可以提前二十五分钟 速度快了嘛 对不对 那时间就少 少了二十五分钟 如果你元速行驶 一百千米 再将车速提高百分之二十五 那则可提前十分钟到达 求甲乙两地之间的距离 像这种题目呢 它是一种三无产品 不只要路程 不只要速度 不只要时间 他只知道他提前那个时间 对不对 那我们通常用比例的方法来做 说的俗一点 就用分数的方法来做 是吗 那我们来画下一图 来看一下 好 从甲地 开往 乙地 那么正常情况下 它是不是就准时到达 对吗 准时到达 但是它说将速度提升到百分之二十 速度提升百分之二十 速变成原来的一点二倍 是这意思吗 对了 速度就变成多少 变原来的一点二倍 那时间就应该变少了 明白吗 你速度变原来一点二倍 时间是不是原来出一点二 对不对 在这里呢 我们让它更加好分析点 什么 让它好分析呢 是这样的 其实它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提升了五分之一 那么速度变原来多少呢 一点二倍就相当变原来多少 变为原来的五分之六 没有问题吧 提升了五分之一 速度是变原来的五分之六 速度变五分之六 时间就反过来 变多少 变六分之五 因为它们两个相乘 路程是固定不变呢 相当于这是五分之六 这六分之五相乘 才把那个倍数啊 大家都消去 是这意思吧 成为反比嘛 当路程固定的时候 时间跟速度成反比 好 时间变六分之五 说明它少了多少呢 是不是少了六分之一 少了六分之一 就是提升了二十五分钟 因此 原来的时间是多少呢 这不可以求出来 原来提升是多少 是不是二十五分钟 乘以六 等于一百五十分钟 明白啥意思吗 少了六分之一 其实就是二十五分钟 那原来是多少 是一百五十分钟 这是原来的时间吧 它问的是 假矮之间的距离 我知道原来时间 原计划的时间是一百五十 如果我把它原计划的速度 也求出来 这条题是不是就完了呢 那么怎么求原速度呢 别着急 题目呢 又给求另外一种情况 其实就暗示你 用这个来求 它的原来速度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它说按原速行驶的一百千米 比如说原速行驶的一百千米 好吧 一百千米按原速行驶的 到这部分以后呢 才去加速了 速度变多少呢 速度提升百分之二十五 那我们用分数来表示 相当于速度 提升了四分之一 对吧 提升四分之一 变多少呢 反应快点 提升了四分之一 变成原来的多少 四分之五 对吗 变成四分之五 那退出时间就变多少 时间变五分之四 时间跟这段没有关系 跟前面这一百千米 没有关系 是不是 我只是说这一段 它的时间变成原计划 这段时间的五分之四 没有问题吧 只是这一段发生改变 明白吗 好了 那么这一段变五分之四 是不是少了五分之一 少了五分之一 少了五分之一 就是几分钟 十分钟 提升十分钟 因此这一段的原计划时间 就应该是五乘以十 等于五十分钟 明白啥意思吗 这段不管 这段原计划应该是用五十分钟的 我们叫整体原计划是一百分钟 整体原计划是一百分钟 那这里原计划是五十分钟 这里原计划是多少呢 不就是一百分钟了吗 一百分钟走多少千米 走一百千米 发现了吗 是不是一分钟是不是走一千米 对不对 因此我们发现 原计划是一百五十分钟的 那是多少千米呢 就是一百五十千米了 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那这道题就做完了 在考试的这道题 在希望杯里面算是比较难的一道题 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会发现速度发生改变 那时间也会发生改变 就反过来比而已 明白什么意思吗 知道速度变远来了几分之几 那时间就反过来变另外几分之几 那就知道时间跟原来的变化 就是知道它提前这个分钟 告诉我们原来总共用同样时间 是不是可以求出来的 原时间求出来了 根据这样的情况 那么把这一百千米原来的时间求出来 原来速度出来的吧 原来速度出来跟原来时间一成 不就结了吗 是吗 好了 那像这种题目 同学们是一定要掌握的 用具比较时髦的话来说 叫你非会不可 好吧 那么用另外一个更实话的话来说 那就是你值得拥有 好了 那么我们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先休息一下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